2018年10月21号台铁普悠马翻车事件 造成18人死亡数百人轻重伤 事件发生至今将满两周年 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 在今天公布了最终调查结果 运案会这次调查的方向 包括造势相关人员 列车操作程序 列车维修事项 列车合约内容 以及台铁体制等多项噪音 发现了多达50项问题 其中组织因素 人员操作 运转管理 以及维修管理 这四大根源错误 长期累积 采酿成此悲剧 司机员的超速 只是摇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并非全部因素 我们把所有的影像 把有的记录器的资料 还有声音档 我们都同步 司机员一方面要看 他的仪表板 一方面要听 外面的指示 所以我们也看得到 司机员在各种压力下 假如他又是 二线的司机员 来开一线的车 那这样的风险更高 调查也发现 虽然发生事故的普鲁马号 在行经该路段时 确实是超速的 但透过驾驶的按钮状况 还有语音对话记录非常密集 可以推测事故发生前 司机员已经手忙脚乱 检查员也未遗失到司机员的慌乱 而且要命的是 台铁并没有提供司机员 操作普鲁马号的运转 以及故障应急手册 加上机车调度员也没有普鲁马号 故障排除能力 才导致司机员无法正确操作列车 在组织管理方面 台铁除了没有依照各车型制定相关操作手车外 台铁司机员与检查员的训练教师临选 训练考核 资格检定都没有标准程序可循 造成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良有不齐 更夸张的是 台铁在列车维修保养上 并没有确实做好 云安会发现 造势普鱼马号的组风棒零件上 累积过多的异物和脏污 导致组风棒运作时因油温过高强制停机 加上全车的组风棒 因中空丝模除湿机绿芯三副润滑油 让组风棒压缩空气的性能 仅剩下新品的0.22倍 此外依照原厂维修手册规定 该列车的组风棒每三年必须更换绿芯 但台铁却以营运调度为由 要求台北机场简化维修项目 以及延迟维修排程 造成造势列车的组风棒近6年没有更换 性能不佳根本是罔顾运输安全 因为台铁的认识 跟日商签的内容 也会造成台铁认为说 它还在保固期间 所以他们会忽视掉该有的保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